音乐产业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看跟视觉有关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刚刚我们从刚刚前面两位 这个讲者也提到了 在这个视觉上面呢 其实数位技术呢 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一个部分 那么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讲 在音乐产制过程当中的 这个使用技术的样貌呢 其实在这个视觉的艺术上面呢 使用这个相关的设备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 几乎所有的人呢 都可以来拍摄影片 然后透过这个电脑设备呢 其实可以做到过去可能要数百万设备 才能够做到的包括剪辑 包括这个最后的这个混音 包括最后的任何的 把它变成产品所需要的这个过程 所需要做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准 所以到目前为止 甚至在网路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买到 或是去租到电影影片 或是电视影集这样子一个形式 而且呢这样子的消费的方式 不仅非常方便 而且呢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来播放 包括你家里面的LED LCD的大萤幕的电视 或是包括你手中的iPad 或是iPad或是iPhone 像这样子的一个mobile的device 或甚至呢你还是同时可以在电影院 去欣赏传统的播映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必须要说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在音乐产业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音乐 这个展演的方式的现场的部分呢 这种传统方式其实并没有消失 就如同在电影这个领域呢 传统的戏院也并没有消失 但是呢 去增加了非常多不同样子的 去欣赏去使用这样子内容的一种 的情境 包括你个人化的设备 包括在家里面的这样子的设备 所以呢总的来说呢 其实不管是像电影 Film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不管说音乐这样一个产业 它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呢 变得更多样化 那么对于整个 这个消费的需求而言呢 是更美好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跟出版有关的 包括书籍 包括杂志 其实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我们都知道呢 过去 这个大家 许许多多人呢 很喜欢看书 甚至呢 在某一些人的心目中呢 过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 那个时候呢 书店呢 是一个 像一个宝山一样的地方 当我们进入到传统的书店里面呢 常常会有 非常惊奇的一个发现 那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 存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面呢 是非常美好的 那事实上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观点来看 纵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书 可是呢 当你的书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一定会面对 如何在家里去存放这些书 如何在家里去选择这些书 甚至呢 如何当我要出远门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把这些书带在我的身上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底下呢 这个世界呢 必然呢 还是会改变 纵然呢 大家那么爱书 到最后呢 在数位的发展的这件事情里面呢 书籍渐渐渐渐呢 也在新的这种科技的设备上 能够呈现出来 事实上呢 以类似像iPad现在的一个发展 平板的这样子一个发展 书籍呢 可以非常容易的 在这样子一个平板设备上呢 被大家去购买 阅读 携带 传统呢 我们可能要在 那么大的一个包包里面呢 才能够 我们传统要在 那么大的一个包包里面 才能够去 这个携带那么多的书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 轻薄的一个iPad 就能够把它带着随身 带着走 那么消费者呢 非常容易的去购买 这些的一些内容 那么消费者也渐渐渐渐渐开始喜欢 透过这种形式去阅读这一类的书籍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我们刚刚曾经提到的这个思考呢 就是既然呢 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改变了 所以呢 人的行为所产出的艺术 也必然会改变 这个改变包括是在形式上面 或是在取用的这个形式的方法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观察呢 现在是一个新的一个Mobile行动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消费者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容易呢 去上网 他不需要在固定的一个场所 固定一个设备上才能够上网 他可以把他的设备带到各个地方 他可以任何的时刻都可以去上网 以台湾来说呢 包括3G 包括这个Wi-Fi的普及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轻便 那么在这个device的接受上面呢 也非常快速的普及 以台湾地区而言呢 2008年一直到今年的第二季呢 总体已经销售超过了 1000万只的智慧型手机 那么所以呢 在整个市场上面呢 已经有约略超过一半的人呢 都在使用智慧型手机 当他们开始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呢 其实他整个生活形态呢 是改变的 他透过手机把它当成是计算机 录影机或是录音机 或是地图 或是音乐的播放器 或是观看这个电影内容的一个播放器 种种种种的这些用途 所以这个手机呢 不仅是serve它在生活上的需求 也是serve它在娱乐上的需求 也是serve它在information这些资讯 所必须要取用相关的这些需求 所以呢 整个人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当整个人的生活改变之下呢 我们相信他们对于像刚刚包括音乐 包括这个因为这个杂志或是书籍的需求 或是因为这个视觉相关的需求的这个完成的实现上面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 回过头来看呢 其实呢 不管是在音乐或是在文学呢 或是在影片的这部分呢 这个改变呢 事实上已经在发生 甚至呢 已经发生 发展到一个非常重要 这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地位 这些的技术的发展 尤其我们所看到现在的这个行动的技术 跟internet的这些技术 让整个市场呢 有一些更蓬勃的这个可能性存在 那么我们非常希望呢 这些的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让 不管是在艺术的创作 或是在内容的这个取用上面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情境 那么以做音乐的人的思考来讲 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呢 就是这个音乐永远不死 那我相信呢 从事不同艺术创作 这个工作的人呢 他们也相信艺术是永远不会死的 那么到底其他的艺术领域呢 该怎么做 我或许没有办法给各位任何的一个答案 但是我们相信呢 如果能够adopt 接受新的一些技术 我们相信不管在创造 或是在这个消费者 他所接受的这个情境上面呢 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我个人呢过去在流行音乐产业呢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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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的時候在日本開始提供專業的行動行銷 以及行動廣告的服務 我們認為透過這樣子一個媒體 可以讓消費者有更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而且可以讓廣告主 他們所要傳遞的訊息 可以更及時快速的 讓這一些廣大的消費者來知道 D2C是由日本的電通以及NTT Docomo共同來成立的 那麼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專注在行動行銷跟廣告的一個公司 我們所提供的是一個所謂的叫One Stop的一個Mobile Marketing的服務 也等同就是從策略一直到最後的廣告購買製作 以及這個所有的廣告溝通的這個效果的評估呢 我們都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們堅信一件事情呢 在新的Mobile時代裡面呢 只有行動才能夠有行銷 那英文就是No Wireless No Marketing 那麼很希望今天我們很簡短的這個分享呢 可以給各位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思考的一個想法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張先生非常精采的觀點 那我覺得在那裡面看到幾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Wolf一開始是從數位藝術的比較前期的發展開始提起 那我記得去年的講題在講新媒體這件事情的時候 荷蘭的一位學者 藝術家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新媒體的作品跟藝術家 這個販賣的問題還有藝術家 新媒體 他們幾乎是一般藝術家的貧窮線以下 那這件事情一直讓我覺得很有趣是說 那它帶來一個是新媒體的作品 它的買賣的狀況 所以我想第一個是說先問一下Wolf 關於DAM 然後從一個online的museum到你們會介紹作品到販賣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許先了解一下新媒體作品的買賣 在目前市場上的狀況是如何 對 那特別是DAM的作品的選擇 也有不同的喜好 譬如說Software Art 軟體藝術這個傾向 因為也許從這方面我們了解一下Wolf的看法 那回頭再來看 剛剛張先生提的從音樂產業這邊 有什麼樣解套的方法 或是從另外的觀點來看 所以我想先問Wolf有關前面這兩個問題 對我們很想說 我開始了 在我開始上的藝術 藝術在藝術中的藝術中 在最初的藝術中 在人們的藝術中 比較喜歡用作品 照片 3D prints or plotted drawings from the early stages that was ink on paper that was something they felt really that is safe they can buy that that will survive the next 3, 5, 10, 20 years and but that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and that has to do as well I think as well because I keep explaining to potential customers or big collectors or to curators that the first aspect of art is and the idea of many artists is not to create something well at least when they start with their career that changes sometimes but when they create something they would like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they would like to express something which they find interesting, valuable or something which really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m so they are not looking is it surviving? is it sellable? is it archival? is it gonna last the next 50 years? so I try to change the thinking of potential buyers and collectors about art to accept the idea that they actually with their money they're first of all supporting the artist they're putting the money there to help this artist to continue to do his work and the moment they are it took a while to get them moving with their ideas but of course some are more open than others and but after a while they started to really look at this idea and accept the idea as well that if you buy a digital file for example what I'm selling now if you go down to the booth and you look at the work well what you get is a USB stick and they say well okay you can copy this right I said of course you can copy as much as you want you pay only 8000 euros and then you can copy it okay they get to give them something which represents the value to some degree they receive a certificate signed by the artist numbered and so on and so on so of course they don't have an interest to copy it and distribute it to all their friends because then it devalues the actual piece but from the tendency and what you have spoken about and you mentioned as well from the tendency each piece of digital art could be distributed forever unlimited and that in a range of two minutes just pressing a button distributing to the internet and it will be there so we are looking at really definitely some drastic changes which is happening in this aspect of art and new lines of maybe marketing that as well so I totally agree this will happen but on the other side I'm absolutely sure we will still have wooden sculptures we will still have normal paintings we will still have all the other media but because if you look at artistry photography for example which is a medium which came before which can be easily duplicated hasn't had the effect that painting disappeared it hasn't the most expensive artist on the planet contemporary artist alive living artist Gerhard Richter who is selling his work for millions produces paintings so we don't need to be afraid we will not be surrounded only by electronic items everybody can choose what preferences he has but it will as you described as well it will just add something to our life and to our lifestyle and to our way of communicating and to our way of dealing with visuals as well in a different way that was just not thinkable before you met you gave this example which I use a lot as well about an orchestra 200 years ago if you wanted to listen to music you need to go there now we have hundreds of orchestras in our pocket so it just has changed our way of dealing with these aspects and that was will happen with visuals but that's only one aspect of art we have to remember it's only one aspect of art so back to your original question with the marketing what I'm selling now is more than 50% pure digital files so the market has really changed it's now that museums like really major museums like the victorian albert museum in london or the pompidou in paris really big museums institutions are starting to buy software art so even curators are acknowledging now that this is the art form which is mostly affecting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which is mostly influencing how we perceive art and representing our times as well I mean this is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is is the art which really reflects about our contemporary times issues problems ways of dealing with communication love and everything 我想我剛剛會一開始先問這部分 是其實從音樂市場來看 音樂是有一個產業存在 然後被新的媒體取代 幾乎被消滅到 找到一個新的方法 那為什麼會提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也許剛剛我們講 它有各種可能性的存在